救护车十万火急赶到屏东满洲乡两百线道响铃路段时 可以看到当时天色昏暗 女童已经从桥下被救上来 妈妈焦急陪在一旁 陪着十岁的女儿坐上救护车送医 经过治疗讲起坠落过程 人心惊胆跳 是有人发现去救你 有人发现通知那个家人 女童前方的头骨头发几乎都被剃光 因为衰落当时颅骨还有颈椎都断裂 还一度气凶 只是骑脚踏车到住家附近 兜兜风居然摔成这样 家属心疼不已 小孩子伤成这个样子 坐家长的 肌里面很痛 有汽车把那个护栏有撞坏的这样子 然后那一次事情发生之后 他们也没有为 就是有没有为一个什么做警示的啊 而重回意外现场 可以看到这座便桥护栏已经被撞毁 这宽有三公尺三米深的危险地带 居然毫无警示 已经一个礼拜 满洲乡公所的秘书到了现场 说是私有地设立护栏的责任 不在乡公所 他没有做通报的话 我直接叫我客长赶快通报 所以现在我今天才来 女童家属十分不满 官方推卸责任扬言申请国陪 要政府知道不要出了事才踢皮球 人命宝贵 不能等闲是之 记者张春华屏东报道